大家好,我是仙人球 不知道大家还记得那个激动人心的汽车广告吗? 车王舒马赫驾驶一辆红色跑车 在隧道中挑战重力的特级表演 自动升起的欧易门和自信优雅的姿态 被让车迷们的心定格在那一瞬间 它便是佩戴三芒星长辉的奔驰S级跑车 搭载着车界最具指标向的特色 欧易车门 花费数小时轻力打造 只为让欧易车门运作更加完美 为了成为世界级跑车 奔驰工厂克服困难与时俱进 全车几乎均以铝合金支撑 使得整体车身仅重531磅 并且在量产车型中极为稀有 彰显出奔驰跑车独有的华贵气质 本期视频我们就来见识见识这辆车的制造过程 欢迎来到地表最贵科普栏目 世界上最高端的座架如何制造 最畅销的食物怎么生产 最火热的酒品如何酿成 如果对这些感到好奇的你能看到这个视频 那么恭喜你 你将见到这一切背后的秘密 中级工厂第四级第四级 奔驰S级跑车 众所周知 车身越轻跑得就越快 也是制作这辆世界级跑车面临的问题 同时还要保证它的坚固性 于是奔驰汽车工厂 破格研发制造 除了挡风玻璃框是钢铁材质 其余80%选用坚硬且较轻的铝合金 材实的车架和底盘总重仅有531磅 施工地点在奥地利格拉兹的奔驰车身厂 车架完成后 细心安装经典的欧易车门 最后是叶子板 引擎盖等其他板件 车身完成后 一致烤漆室 纯手工清理每一处表面的物资 底漆由工人和机器人合作完成 侧漆则由机器人全方位无死角喷涂 最后是表面的青旗 30小时后 一辆S级跑车底盘和车盒完成 它将长途跋涉 前往德国斯图加特市郊的心得分根 这是全球最大的奔驰制造总工厂 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高档汽车品牌之一 拥有完美的技术和过硬的质量 厂区共有28000名员工 相当于一个村庄的居民数量 首先进入小角落的一栋建筑 里面有140名最优秀的技术工人 他们专业负责打造SLS的欧易车门 在他们眼里 这份工作充满成就感 因为奔驰首辆圆满欧易款车 就是在此建造 还成为历史时期顶尖快速的跑车 而把欧易车门与车身合体 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车门转轴位于车顶 需要几名工人巧妙配合才能完成 为了符合现代的标准 S级跑车也做出相应的设计 假如发生车祸车辆侧翻 车门感应器察觉到车身翻转落地后 会自动扎断车门转转拖离车身 协助驾驶者顺利逃生 接着来到组装线 麻雀虽小却五脏俱全 一个启动机便身兼两只 但为了让空间发挥最大效用 便在场区内建造了升高平台 首先将车身送上输送带 坐上电梯前往二楼组装区 来到二楼就要拆掉车门 方便车内组装 然后回到楼下进入装飞线 三人合力完成一公里长的线路 并且分线多道难以想象 随后安装变速箱和豪华音响系统 油箱也是全新的设计 提供引擎稳定的燃料布局 接着安装来自赛车界的悬料系统 四轮全部都使用双AB 能够固定住弹簧和减震筒 促成优异的性能和操控性 让车身在颠簸过弯时 能达到最大的控制 引擎是每辆车独一无二的心脏 而奔驰S级跑车的专用引擎 出自于德国阿尔法特巴赫根工厂 位于奔驰总厂区西北外30公里 这里实行一对一引擎制作 速度并不是追求成品的最好办法 轻工细做才是完美品质的硬道理 首先用吊架把引擎气缸放在工作台上 电脑记录仪记录着气缸配件的型号 引导工人完成整个系统的安装 仔细清洁后开始安装特制的轴承 比起旧版引擎 这些升级的配件更轻巧更坚固 接着安装曲轴 这对引擎来说是最关键的一步 把上下运动改为旋转 使其更加灵活 像钟表匠一样小心翼翼对位安装 然后开始安装活塞 8根活塞全由工人手动上游后 将其置入气缸中定位 再用螺霜固定至引擎底部 在特殊工具的协助下做最后的调整 电脏屏幕也精确地核对出 每根螺栓的正确位置 还要由工人手动转动引擎并观察成果 确保无误后盖上取出镶盖制住螺栓 接住机器让镶盖与引擎完美结合 最后安装好协助引擎运作的链条 盖上前盖锁紧锁栓便大功告成 为了让引擎拥有完美的性能 每一个安装工人都会负起百分百的责任 其中每一个零件都至关重要 引擎整体结构完成后 还要安装一些辅助零件 让空气与燃料进入引擎并排出热气 而气门盖上可有AMG的醒目标志 大口径的精气气管也必不可少 它能让S级跑车引擎顺上的呼吸 最后放上整体引擎上盖 还有刻着工人名字的专属名牌 带上特殊的标记前往奔驰总场区 此时S级跑车车身还在组装线移动 正准备安装防水胶条 这也不是个简单的操作 要两名工人合力 才能进行毫无瑕疵的完美安装 接着是车身尾翼 千万别小看这简单的构造 它能在时速75公里时自动弹起 创造出额外力量压住车尾 也能让轮胎拥有最大的循迹性 然而有些事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工人做不到 在高科技和实用性并存的时代 固定车门转轴的方法可以最简单化 那边是常见的橡皮筋 有时候高科技也不一定非要用高科技打造 随后两名工人小心地搬来衣标板 对齐后固定好所有桌栓 而衣标板还有独特的设计风格 能够给人一种置身于飞机驾驶舱的感觉 接着是控制571马力的油门踩大板 再到1000瓦处理的扩大机式音箱 11个喇叭让声音环绕整个车厢 作为豪华跑车 S级跑车的皮质座椅也很看重安全性能 头枕以轻质金属美制成 带有奔驰经典的三芒星长辉的标志 而工厂内有一件很重要的工作 那便是将引擎接通所有动力零件 包括扭力管以及双离合器变速箱 变速箱放在车轴旁边位于车身尾部 可以达到很优异的前后车重笔 而助力制成的中空管子 作为扭力管兼顾而轻盈 它将连接引擎和车尾变速箱的连接桥梁 扭力管里面由碳纤维制成的一根杆子 虽然只有4公斤重 但可别小看它 它要负责把引擎的571匹马力传送到变速箱 工人们仔细对齐每一处接口 最后用螺霜固定 锁紧引擎和变速箱 完成后安装好排气管 接着就是动力传动系统和车身结合的开始 这是一件人生大事 注定了车子一生的命运 也被工人称为煤盒 首先由其中机小心翼翼的调起车身 缓缓走向等待已久的动力传动系统 准备与之结合 在工人的操控和注视下 两者逐渐接近 找准时机连接引擎 传动轴和变速箱 完成后动力传动系统升起迎合车身 利用电动工具固定好所有连接处 最后不能忘了安装强力刹车碟盘 铁和驴组成的巨大碟盘 有很好的散热功能 接着是S跑车的经典欧易门 一个类似大手的特殊机器 谨慎地抓起车门 由两名工人合作将其对认车顶转轴 每一根螺栓都要对机锁紧 才能让车门能够完美运作 而每道车门前后都要连接一根支撑杆 类似于脚踏车加强版的撑杆 螺栓固定后确保车门能够流畅的开关 SLS车身再次登上起重机 安装好支撑车身的车框和车轮 最后进行车身打蜡 并检查板件的密合度 便呈现出一台绝美的SLS跑车 这款S级欧易门跑车 搭载着大家熟悉的6.3升前中置V8发动机 最大动力输出570亿马力 最高车速为时速315公里 还装备了7速的双离合器变速箱 和一个带有铝制双插骨的运动悬挂 使其能够顺畅的输出最大功率 欧易车门成就了优雅的外形 与高强动力结合的典范 动力强劲又不乏豪华气息 吊足了众多关注这款欧易跑车车迷的胃口 并且在电影《变形金刚3》《月黑之时》 还出演8.5情报官声波的变形状态 好了 今天解说就到这里吧 我们下期再见